列車6卡脫軌,4卡墮橋,33人死,191人傷 至剛昨晚發生的嚴重鐵路意外,死亡人數增加至33人,191人受傷 搜救工作大約凌晨4點鐘結束,隨後開始清理現場 事發昨晚8點多,一輛和諧號動力火車在經溫州市商聚陣的時候懷疑被雷電擊中 供電系統中斷,用完後備電源停在這裡 但就被美錘的列車撞上,導致兩列火車一共6折車廂出軌 其中4折車廂更加跌出高價錢